继爱茅台之后,茅台9月又再次推出了一款新APP 虽然这一次主打的是元宇宙的旗号 但内核仍然是换个方式抢茅台的套路 以9产品起家的茅台为何一直执着于在线上寻求突破 这一次上线的新APP还会重现爱茅台的辉煌吗 大家好,这里是罗旋实验室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来聊一聊茅台最近推出的旋风APP 1月1日上午9时,茅台旋风数字世界正式上线 第一天用户数便超过了55万 截至当天深夜,旋风数字世界在苹果手机APP下载量排名第一 在线爱茅台第一天试运行的火爆 而截至1月2日23时,旋风数字世界注册用户数就已经正式突破了100万 堪称是2023年第一个火起来的APP 根据官方介绍,旋风APP是一款支持多人同时在线的数字世界平台 在APP中,用户有一个虚拟账号和你的真实身份对应 用户可以在APP中游览、探索、社交、交易、做任务 所有场景都会让茅台小镇展开 6星期显示,旋风数字世界是茅台和网易联合开发 依托得网易强大的虚拟现实研发技术基础 应用互动体验引擎、数字轮声等核心技术 智力搭建一个创新、开放、和谐的数字家园 打造属于茅台和用户的平行世界 从官方介绍上来看,旋风APP是瞄准了当下很火的元宇宙概念 不过从产品界面上来看,旋风的UI设计却并不出彩 甚至被网友评为低配版的半成品QQ飞车休闲大厅 虽然界面并不吸引人,产品逻辑也是答题式的老套路 但为何旋风APP还能吸引如此多的新用户呢? 答案还是来自于茅台9的魅力 根据旋风APP近期的活动规则 截至1月5月的12时,驅风APP的驅值排行榜前1万名的用户 将能成功获取驅风数字世界举办的 玉兔瑞银贵州茅台生肖系列 既驅风数字世界发布会主会场的门票 同时还能够百分百获取兔年生肖酒的数字藏地 驅值排行榜在101名至20000名 200001名至30000名的用户将获得第二三会场的门票 同时也有50%的概率能够获得兔年生肖酒数字藏地 不过虽然茅台9一直溢价颇高 但茅台9的数字藏品也会有人买账吗 这一点还需要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但是从整个白酒行业来看 发售数字藏品也正在成为新的潮流 仅在2022年就有多款白酒品牌率先试水 比如2月份将小白和天猫合作进行的数字藏品活动上线 限量首发1000份 在三分钟后就宣布售清 3月份杨河发布四款数字藏品 超2万名用户参与抢购 上线4分钟就被抢购一空 4月份金沙谷酒也推出了7款白酒数字藏品 5月喜酒推出5款数字藏品 上线2小时便宣布售清 尽管有专业人士认为 借助数字技术与区块链元宇宙加9 必将给整个白酒行业带来一定的引领和创新作用 但是站在现实角度来看 白酒行业进军元宇宙 时间较晚 时间过短 范围较为局限等问题也客观存在 作为业内公运的领头羊 茅台入局之后能否取得成功 也将对行业产生更多的风向标意义 好了 这是楼权前世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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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